注意看,这是一所等级学院,据说在这个学校等级高的可以命令等级低的做任何事。 二狗,你说咱们去学校会不会被欺负啊? 不会,你放心啦,肯定会没事的。 那我听你的,咱们去学校里看看吧,咱们只能从第一级开始学。 这房子也太破了,先换上一年级的专属衣服吧,这也太丑了。 我说你就别挑了,有的穿就不错了。 就你们两个小子新来的啊,在这个学校你们就得听我们的,去把我房间里的脏衣服洗了。 我为什么不受控制地跑去他房间,谁还偷袭我? 你小子还愣着干嘛,还想跟我们一起玩? 卧槽,你还偷袭我,你完了,你完了,把这脏衣服全部给我洗了。 好吧,我听你的就是了。 等会小子,把我的英语作业给我写了。 这,这么多,我怎么可能写得完啊? 这个,我可不管你。 哎,只能自己想办法了。 先把他的衣服洗洗吧。 这洗衣机还是坏的,还要我手洗啊。 呃,终于洗好了,可累死我了。 这,怎么有三年级的衣服? 应该是谁忘在这里的,我偷穿一下没人知道吧。 现在只剩这个作业没写了。 我可是英语学霸,就这点小儿科真是太简单了。 呃,学长,你怎么拿着我的作业? 学长,难道是我穿着这套衣服的原因? 二狗,出来,二狗。 咱们赶紧回去,我好像发现一个秘密。 哥哥,你发现什么秘密了? 话说你怎么穿着的衣服跟我不一样。 悄悄的,其实这衣服是我偷来的。 什么? 不会被发现吧? 怪不得他们这么尊重你,我也想要,哥哥。 你别急,等到晚上我看看还能不能再拿到一套。 呃,下雨了,正是动手的好机会。 我穿的衣服正巧对着的是三年级,应该没有人怀疑我。 没有人,好机会,应该在楼上。 看到个箱子,看看有没有,果然在这里。 二狗,衣服给你,千万别说衣服是偷来的。 放心吧,哥哥,我肯定不会告诉别人这衣服是你偷的。 那我就放心了。 哥哥哥哥大师不好了。 发生什么了,别急慢慢说。 就是你们两个臭小子偷了我们的衣服? 不得不说你们胆子是真的大。 胡说,明明衣服是自己穿我衣服上的。 哥哥,你快跑,我帮你拖住他们。 跑?我看你们能跑到哪去? 是不是要让我抓到现行你才承认? 别欺负我哥哥,有本事冲我来。 二狗回来,一人做事一人当。 那你们说怎么办吧? 简单,把鞋给我洗了,再给我洗个脚。 卧槽,你这脚有够臭的,多少天没洗了? 别废话,快去给我们打洗脚水。 打洗脚水? 他可没有说规定去哪里打吧? 气死我了,竟然敢欺负我,把他的鞋丢粪坑里洗一下。 反正都是臭的,再臭一点也没关系。 没有找到洗脚盆,只能用我的冰红茶瓶子给你们装了。 你还别说,还挺舒服的,把你身上的衣服脱下来,赶快一边玩去,跟你们这种低等级的人在一起可真够丢人的。 哼,三十年河东,三十年河西末期少年穷。 末期少年穷,末期中年穷,末期老年穷,死者伟大。 老师,我要考试,你这个坏老师,我挨揍了都不出来,果然就是欺软怕硬。 哥哥给你试卷,你一定能考第一。 让我看看。 这也太难了,我完全不会啊。 咦,答案,我没看错吧,看看真的还是假的。 七七八四一分钟后。 老师,我写完了,我要交卷。 行,等十分钟后就公布答案,你们现在这等着,一会在门口的成绩排上公布。 三七四十二分钟后。 成绩已经公布了,我去,我竟然考了一百分,二狗我们俩真厉害。 还是哥哥你厉害,居然都找到答案,现在我们已经也是二年级的了,太好了。 这二狗打呼噜可真响,吵得我睡不着。 卧槽这是啥玩意,车牌号8888888,难道她是校长的女儿,看这个样子有点喝多了,居然酒驾,也不知道大晚上来学校干什么。 晚了晚上,浩子伟知喝多了,肚子疼死了,去拉个巴巴。 我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,过去看看。 笑话,你竟然在? 你是谁?怎么会出现在这里?给你点风口费?刚刚的事情你没看到,明白。 笑话,你也不打听打听我二狗的威名,我是你这点钱就能收买的人吗?我的意思是,得加钱,这点不够我为你办事啊。 你小子别不知好歹,从出去对你也没有好处,这样吧,你放我出去,明天我给你一个惊喜。 你也知道我老妈是校长,肯定对你有好处没有坏处的。 说得好,那你这样的跑车,明天我也要一辆,而且,进入这个小玩具的门的钥匙我也要拿着。 行,我都听你的,只希望你能保守好秘密,你要说出去的话,二狗是吧?可没有你的好果子吃,另外,我记住你了,二狗。 这老娘们开车可真彪悍,我竟然无意间知道了笑话的秘密,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二狗,让他也高兴高兴,这就是食堂养了鸡吗?明天就吃你了,二狗二狗别睡了。 谁,谁,干嘛,哥哥,我都做梦梦,我去,哥哥,你哪来的钱啊? 这是我发现了一个老女人的秘密,她给我的封口费,给你一磅二狗。 我去,哥哥,你对我也太好了,我好感动。 千万不要迷恋哥,走哥带你去吃好吃的。 这大晚上食堂早都关门了,咱们去哪呀,哥哥。 这个你就别管了,跟我来就行了,进去吧,二狗。 咦,这二狗去哪里了,不管了,肚子疼死了,要我说昨天就不应该吃坤肉,现在好了吧。 阿珍舒服,差点拉库里。 里面有人,别进来。 就是你小子,叫阿安是吧?你因为左脚踏进厕所而被关禁闭,跟我走吧。 快救我上去。 你瞅你这个熊样子。 你啃你出来,把这小子关里面,咱们就没事了,先让他反省半个月,看看长不长记性。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,还有我弟弟二狗去哪里了? 你所那个撒脚子啊,已经被凯脱了。 现在他们应该都睡着了,我一定要弄清楚,我记得我包里还有我爷爷留下的铁玉装备,就这小小的铁笼子以为能拴得住我。 出来了,先去房子上躲一下。 我一定要探查出事情的真相,还二狗一个清白,先去三年级看看。 我去,没想到这三年级竟然是男女混住,这也太溜了。 等这件事过去我一定直接考试,不是为了男女混住,而是想要更好的学习空间。 你们要相信我,我都探查一圈了,好像并不天上。 校长是,这难道跟昨天的校花有关? 二狗同学作弊被开除,作弊的不是我吗? 难道,昨天我对校花说我叫二狗,难道她在报复我? 如果说我说出我真实的名字,那开除的一定是我了。 不行,我得给二狗讨个说法。 还挺高级。 校长是,禁止入内,那我今天还要进入一次去看看。 校花,又在玩玩具。 校花,你完了,你居然报复我。 二狗,你不是已经被开除了吗? 谁让你进来的? 出去,老安呢? 呵呵,你还威胁我,你不知道我知道你的秘密吗? 这高年级的紫水晶套装我就笑纳了,我还有开门的钥匙, 把你们关在里面,那这个学校不是我说了算吗? 这校长居然不说话,任由校花为所欲为, 看来已经对校花做的事爱慕能助了,你出不来了吧,校花? 二狗,我劝你快放我出去。 二狗,谁告诉你我叫二狗的? 不可能,今天早上保安还告诉我把二狗给送回家了。 别废话了,老师在里面待着吧,告诉你们一个秘密, 校花居然在校长室偷偷玩小玩具。 一二狗子,你怎么在这里,你不是被开除了吗? 我不是二狗子,我是他哥哥三狗。 我看到箱子里还有一组绿宝石,给我我就带你们去行不行? 好说好说,没想到高冷的校花背后是这样的人。 绿宝石你拿着,赶快带我们去。 走,校园里居然贴了小广告,你看我没有骗你们吧? 让你小子也不敢,走我已经脱不及待了。 切,你还不信?你们看到了吧,他在里面玩,被我关在了里面。 谁?二狗,你干什么?为什么还要揭发我? 大家都想看看你玩玩具是什么样子。 没想到高冷的校花背后有这么一套,我只有一句话,六。 你玩了二狗,我老妈已经出去了,你肯定吃不了兜着走。 就凭他,他顶多开除我,可是你也不想你玩玩具的事情被整个城市的人都知道吧? 我老妈刚刚已经给我打电话了,你完蛋了,跟我来。 这都是你的人。 废话,小子,你已经被我开除了。 老板不用跟他废话,让我嘎了他,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,一直骚扰大小姐。 等等,你们一群人欺负我算什么本事,有本事单挑啊。 兄弟们,他往厕所里跑了,今天就让他尝尝奥利给什么味道。 我去,这比校长的脚丫子还丑。 你们有本事放我出去啊,欺负我一个人算什么本事,趁他们没有追上赶紧去躲粪坑里面。 校门口乌鸦鸦的一片片人看着都把我吓尿了,这下面怎么有个洞? 难道有什么宝贝不成? 看我一个羚羊起跳直接扎进去。 这是啥,看起来怪怪的。 你就是小安吧,我等你多时了。 等我等我做什么? 箱子里有一笔钱,我什么都不求,只求你从这里出去把周五干掉。 周五?周五是谁啊,我不认识。 就是你们学校的校长。 你为什么找我呢?再说你怎么不自己去? 实话告诉你吧,我就是以前的老校长,周五这个女人利用不正当的龌龊方式绑上了教育局局长,所以她才当上了校长,并且把我关押了在这里面。 我这有一份证据和材料,你把他们交上去,你就可以成为新的校长了。 真的吗?我真的可以成为校长? 先拿钱把保镖全部收买了,看你怎么揍我。 七七八十一天后。 校花啊校花,这下你可落我手里了吧,你老妈都倒台了,看你这次谁能帮你,你哑巴了说话呀。 跟你这个人没什么好说的,要打要玩随你便。 玩,这可是你说的,校花校花没想到吧,最终你会落在我的手里面。 千,你还不是用了非法的手段,还让我cosplay貂蝉,你变态不变态啊。 这个我不管,反正你现在是我的人,必须听从我的指挥,你要是再不听话,小玩具就不给你玩了。 不要,那可不行,没有这玩具我可怎么活啊? 这不是还有我的吗? 切,小金针菇我可看不上。 胡说,不跟你胡搅蛮缠了,我去吃饭去了,你别乱跑。 呃。 好的,精准到达,我先开动了。 啊,真香啊。 吃饱了,撑死我了没吃完,早知道带校花一起来了,都浪费了。 诶,这校花人去哪里了,门口还用小玩具堵琢,这他能跑到那去? 下去看看。 这学校也没有人呀,我知道了肯定去探望他妈老校长了。 你好,我是过来探监的。 没人跟你说过本监狱不能探监吗? 够了吗孩子,我现在能不能进去了? 进吧进啊,记得做一个核酸。 真麻烦。 校长,最近过得怎么样? 你这个变态怎么来了,忘了对我做的什么事了? 阿威,你说话要讲证据好不好,我对你做啥了? 你,你居然拿小玩具对着人家哪里做那个? 找了一圈都没发现校花,跑去哪里了? 难道藏在了这后面? 进去看一下。 校花应该就藏在这里面,是不是又在偷偷玩小玩具? 让我看看,果然,在办公室不香嘛,跑这嘎打里面。 校花。 你干嘛?哎哟。 我让你偷偷跑出来了吗? 现在没有人是你的靠山,你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。 你看后面。 这不是坠母吗?几天不见这么拉了。 她已经被我收买了,花了我全部家当。 我反向收买,她给了多少,我出双倍。 够了吗孩子够了吗? 够了够了,多谢老板。 小小校花,居然敢对付我老板,是不是给你脸了?老板,有何吩咐?要不要嘎了她? 先不要,嘎之前先让兄弟们那个一下。 那个是哪个?我能不能去? 能,都能,来吧,校花。 你怎么能这样?我是不会放过你们的。 你完蛋了,校花。兄弟们,进来吧,一个一个来还是一起都随你们便。 我先来,我有洁癖。 还没好好逛过这个学校? 这当校长也是一种烦恼啊,我都不知道几年级了。 也对,我都当上校长了,还…… 咦,你们干啥,还让人看,恶心。 你就是这学校的校长吧,跟我们走一趟吧。 为什么?我做了什么事? 你还在装糊涂? 你旁边的这位校花已经把你的罪行给记录下来了。 师父,让我干了他。 不用,让他去监狱吧,让他也感受后门的滋味。 做核酸。 哎,一副好牌打得稀碎。